给你 来吧 开始 开始 这篇文章是 Auto-regrant image generation without vector quantization 哦 他主要是说 在图像这种领域中 我们以前的工作是将 自回归模型与向量化 token结合在一起 但实际上这篇文章说明 离散值的向量化空间 并非自回归建模的必需条件 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方法 将自回归模型与扩散过程 进行一个结合 来对每个token的概率分布 进行一个建模 使自回归模型 能够在连续值的空间工作 在过去工作中 我们常见的是将 离散值跟图像进行一个结合 离散值跟自回归模型 进行结合 比如说在VQBAE中 我们有一个码图 做最近您搜索 然后来代替图像像素 然后用一个transformer 自回归的预测下一个token 就是之前的工作 然后首先自回归模型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 用生存模型的 事实标准解决方案 是基于之前的词 来预测下一个词 或者token 而本文提出的 无向量化自回归 图像生存方法 指出虽然离散值有助于表达分类的分布 但向量化并非自回归建模的必要条件 团队通过引入了一种扩散过程的方法 来建模每个token的概率分布 允许自回归模型在连续值的空间工作 从而避开了传统的离散化步骤 这样子有几个优势 一是传统离散化可能会造成 信息压缩的一些损失 以及训练的discrete tokenizer 它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它t度比较难传播 而且使用连续化的方法 连续化的方法 可以增加整个模型的泛化能力 你上一个 上一个 上一个 这个你理解吗 就这上一页 哪一个 就上一个 这个吗 对这个你理解吗 知道这个东西吗 哪哪一个东西 就刚才那个图 就是vq 这个图吗 对这个你理解吗 这个我讲过 我有一次组会讲了 对这个我就想说 因为不是你讲 以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东西 但是你你讲的不快 我在想说你是以前就明白是吧 就是有一次组会我就提前 看了这个文章了后 就像之前是有个文章一部 有一个文章一部分 然后我讲过一遍好像 那这个可以就说以后再讲的时候 比如这个可以稍微再多提一下 这样的话你可以巩固一下吧 对吧 因为我想上次组会好像我讲过一遍 然后再讲一遍就感觉 行行行 可以再往下 可以往下 我怕你不没理解 再往下吧 然后文章就开始探讨 为什么自回归模型能使用连续值 首先我们自回归模型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每一个token的概率分布 这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一个loss function 和一个sampler 分别来得到概率分布 以及从这个概率分布中采样得到我们想要的token 以之前工作离散化举例 我们的工作往往是 首先用一个tokenizer 将图片或者语言文字变成一个token 然后使用自回归模型 从这些之前得到的token 而之前已知的token得到了一个连续向量z 然后我们再将这些向量z映射到k个类别 这k个类别就是我们的categorical distribution 这是一个比较离散化的空间 它是以类来表示的 它的分布就是这个 pxz等于softmaxwz 因此我们分析可以知道 自回归模型与离散没有必然连接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建模整个token的概率分布 并从token中采样 我们选择离散值 因为loss参数可以直接用交叉商 这样子表达比较简单 而且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从categorical distribution中采样 这就是之前为什么使用离散化的原因 然后它现在就给出一个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使用diffusion model对这个token进行一个建模 之所以使用这个 首先我们知道diffusion model可以很容易的代表任意的概率分布 然后在我们之前工作中 我们使用diffusion model 往往是对整个图像进行一个建模 得到整个图像的概率分布 但现在我们只对一个token进行预测 所以它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出 将一个自回归模型跟一个去造网络 进行一个同时的训练 我们通过自回归模型可以得到一个z 就是跟刚才离散化一样可以得到一个高维表达z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z来指导这个渠道网络 进行一个训练 这个渠道网络在inferent的时候 就相当于可以帮忙预测到一个token 在chaining的时候就相当于可以得到一个diffusion loss 然后反过来指导这个自回归模型产生高质量的z 这是他整整个整个模型的思路 我再想一下 我再想一下他怎么做的 以前是前面的离散的 然后预测最后一个token对是这样子做的 他现在呢把这个和diffusion model结合在一起 diffusion model其实下面那块对吧 是预测噪声的 加了噪声你用把这个噪声弄出来 然后但是呢他又给了一个condition 这condition相当于是上面的这个自回归模型生成出来的这个next token是吧 对相当于结合之前token的信息得到了一个预测的高位表达 deficient loss就是这个 你要在这个condition的情况下 你要把这个噪声给预测出来 然后这样的好处怎么同时训练 自回归模型得到z 指导去找模型 每个token呢 都有预测头得到一个token deficient model再回过来这个loss 指导自回归模型产生高质量的z 也就是说他不用像以前那样子的 自回归模型 你用离散的这个loss函数 这个交叉商这个方式 而是用这个deficient loss 来替代了之前那个loss对吧 对啊 哎这样好像是可以吗 不可以这么做 他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连续的空间了是吧 嗯 以往都是用deficient 不到整个图像的分布 但是他现在只要一个token 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再往下看 然后是刚才我们知道 对于自回归模型 它的loss跟它的sampler很重要 然后在deficient loss里面 我们的loss就是这一部分 首先这是加造网络的公式 相当于原图加一个噪声 得到了加造和图像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呃呃呃呃 loss函数 首先这个是quang true quang true noise 然后右边这一部分 就相当于是它是用了一个 呃这个xloss theta就是 我们的神经 预测神经网络 是一个小的mlp 然后我们将xt作为input 然后采样了一个时间不长t 然后在d的指导下 呃生成了一个这么一个predicted noise 对这是预测的道程 Groundtude noise 之前那个差异对吧 对 然后z呢就是由一个呃 智慧归模型得到 这部分可以反向传播回去 嗯 然后这个e e就是代表呃 它对同样z 它进行了多部的t的采样 进行 然后并且得到了一个期望 它采样多个t 然后算了一个期望 这是它diffusion loss这一部分 然后下个读就是assembler 就是它如何得到这个呃去造后的token x 首先它是噪声xt 减掉一个预测的噪声 嗯 然后 它后面还说呃 问我你还提到了一部分呃 因为外面还加了一个这个呃 在如果如果看呃 ddpm我们还我们知道这个要多加一个噪声 那个使它那个图像更丰富 然后论文说它将这外面这个噪声呃 处理了一个temperature 这样子可以使它的那个生存图像更加的丰富 嗯 就是这个驱造过程 对吧 对 就是驱造过程 对 然后我这边就是它讲了 将呃 diffusion loss跟自会规模型进行一个结合 自会规模型就是呃 下一个token的预测问题 模型按着顺序将每个像素或者图像块呃 呃按顺序预测每个像素或图像块 自会规模型呢 通过连将联合概率分分解成一系列的条件 概率来进行预测 就比如说呃 是这是自会规模型 X1到XN就相当于每个token一起发生的概率 就相当于是呃呃 多个条件概率的联合成绩 然后在呃在我们使用diffusion loss就相当于 首先是用一个呃自会规模型 对这些之前的token进行一个呃 预测得到了一个zi 然后我们用这个zi 对这个呃 对这个xi算一个条件概率 进行一个呃对概率分布进行建模 嗯 好让我再看一遍 让我再看一遍 让我再看一遍 是不是一个模型将图像生成的问题定为下一个token的预测 对是的 对于是下一个token 基于以之前 谢谢 哎对也对 模型安遭顺序以为的 对也对 是回归模型通过将联合概率 分解为一系列的条件概率成绩进行一个 然后条件向量生成通过一个神经网络 就是Satommer 这个条件向量的Z呢 是捕捉了截至当前token之前的所有 图像情绩 为下一个token生成提供了必要的上下文 在这里讲的 左边就是左边其实就是个 dification model的 啊不对 这个自规规过程 自规规过程 然后右边其实这个F X1X1到X 这个也是自规规过程啊 X1到XI-1升成个Z 其实这个ZI其实就本来是叫XI对吧 现在只是变成了我叫做ZI就是说一个条件 然后在下面就Diffusion Loss里面 再通过这个ZI去控制 就生成这个 XI只是多了一步而已对吧 对 那么多了以前的话就直接把XI就放到上面了 就F X1到XI-1就变成XI了 现在就是多了一步了对吧 多了一个Diffusion Loss的那个 对吧我没理解错吧 对没错就多了一个Diffusion Loss 他还说他论文还有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将一个 AR与之前的Mark Generating Model进行一个结合 实现了他不只他一次预测 不只能预测一个Token 他可以比如说一次预测多个Token 他主要是干了一个这么一件事 首先 AR模型就是自规规模型 然后Mark 掩蔽生存模型就是这类模型是在生存工程中 可以同时预测多个输出Token 然后这些Token的预测是随机的 但这个模型仍然保持着自规规模型的本质 然后作者将这个两种模型进行一个统一 实现了MAR模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怎么觉得你特别喜欢搞Mask 确实他好像上一次 他上一次的文章就是这个MAE 对就是这个对上次有名的也是MAE 他在之前好像他也喜欢用Mask的东西 这那么巧吗 他他这个招特别喜欢用我发现 再往上一页我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他怎么说的 结合AR和Mask Generative Model 标准自规规AR 这个模型逐步生成 生成输出 每一步的输出都依赖于前部这个比较正常 然后他研码生成 这是他新搞的 研码生成 这类模型在生成过程中可以同时预测多个输出token 而且这些token的预测顺序是随机的 他怎么做 这些模型仍然保持自回归的本质 基于已知的token去预测下一个token 对本质是这样子 通过将这两种模式统一 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研码自回归 就Mask 能够无缝的与扩散水 那下一页就讲这个是吧 对 看看那细节他怎么弄的 怎么个多个 首先AR很简单 就是RNCN Genformer 这种很多了 然后Mask Generating Model 有几个例子 比如说对语言处理我们有Bird Bird就像是对Sequence进行多个研码 然后我们再违规的预测这些 这些token的值 然后这个Mask 在Bird里面做Mask 其实就是相当我们说英语里面的环形填控 对 就做环形填控 那他这个MAE里面其实也是 对 MAE就相当于图像中 他他首先他Block掉一些像素 然后把一致的像素拿出来 然后先做一个encoder得到中间向量 然后再Path一些那个位置的token 然后再用一个decoder 得到我们最后的完整图 对MAE里面的做法 对 MAE的做法 然后到了这里呢 这里论文先首先给了三种三种例子 第一种就不是不是前面前提到的 MAE 第一种就是很简单 我们将图像变成token化后 按顺序先预测第一个 再预测第二个 再预测第三个一次雷推 到图B中我们相当于就是 在这个图片中随机取一个点进行预测 就我们可以先预测 预测这个 然后再预测这个 然后再预测这个 就一个随机的 然后它之所以是跟MAE有关的 就我们也可以把这幅图看作 从 从 从上面这幅图一样 这是我们已知的一些token 然后我们可能现在就要预测这个token 这就是它跟MAE的一个结合 然后 然后从MAE我们也可以知道 没有我们之前的工作是附 附近整个图片 所以我们肯定可以一次性预测多个token的值 进行一个同时的预测 这就是他的他这里的工作 他就是有点就相当于是采样 然后告诉我们告诉这个模型 我们现在要预测哪几个token 那这个C和B的差异是啥呀 这B是B就是B就是这一个 然后C又可以多个 这个好处是啥呢 就是说可以加快速度啊 对就可以可以加快速度我知道 但是 但是 嗯 B是不是本来就可以同时做这个 哦不行 这个本来就是一步步的 那个 就自回归其实是autogressive的 是一个一个的来的 然后你出来的新的之后 会作为一个已知的token 然后预测下一个 他现在相当于Mask的话 就像以前那个Mask的做法 我反正我就以事情多个对吧 嗯 好吧 那再往下看 会不会准确率会下降啊 这样子就是会下降 会下降 C一定会比B要差一点对吧 我觉得 对 对 因为你想你一个预测的话 你至少准确率保障嘛 因为你如果同时预测的相当于你已知的变少了对吧 你相当于看你右边右下角看 123456有6个已知的 然后用6个已知的去预测 12345同时预测的5个 不知道的对吧 但是你上面是一个个来的 你你越做后面这个已知的东西越多了 我感觉准确率可能上面得好一点 但是速度可能是快一点 对吧 是 那再往下看 然后 对于这些token 我们还要给他嵌入位置信息 让他告诉他之前的 之前在图像中的位置 然后他一边还提到了一个他使用了双向数据的机制 这就是他 预测过程中的事了 双向数据机制可以结合自回贵模型 是已知的token互相看见 位置的token也可以看到已知的token 在这里面 过去工作中我们可能用的是这种cultal attention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token只能看到start token 然后第二个token能看到前两个token 然后他在这里就使用了一个双向数据机制能 都互相看见 首先我们用了一个maeencoder生成中间的表达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个maxtoken 这个maxtoken就是我们这样预测的token 然后我们对这些中间的空间量 进行一个位置进行的嵌入 嵌入 再使用一个mae的decoder 最终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token 这就是那个高维高维的那个z 然后 首先要对maencode的生成中间表达 在于mask token结合 那我明白 再并添加propagin embedding 然后位置向量对 这就在位置了 再使用mae side decoder 对比cousal的话 他只用算一个loss for unknown token 只能算一个 之前的话他下面每个都要算是吧 对 更有效的利用上下文 虽然每个token计算比cousal attention 慢 但是一次预测多个token 啊 对 就是跟tml的铁盒 哦 对 对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没什么东西了 后面就是 他一些 就是这部分他就是说 他可以预测 一系列的token 一次预测一系列token 原本的公式就从 一个小se变成 我们预测一个一个se的系列 就是大xe 然后他的条件概率就变成 一次预测 一组的 一组的token 就是这一部分内容 就是他总的 总的首先我们 首先用了一个mar 进行了一个采样得到了我们想要预测的token 然后我们得到这预测token 我们再放到这个注意机制里面 得到他的上下文信息 得到上下文信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condition z 我们用condition z 然后再 在迟早扩散模型 生成 预测 预测我们的造成 并且得到我们最终的概率分布 这是他整个模型的一个 这样的程度 等一下 我想想他这样子同时预测多个的话 这个division model 不是同一个 不是同一个 但对每一个token他只有一个division model 对 那这个算量是不是很变大了 算量 你每一个token都要重新弄一个division model吗 但他这里division 他这里的 他这里说他那个division model的那个 参户量很小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减少了他的很多墙量 他跟之前那些division model相比 他只是一个简单的mlp 所以说他认为这样子就会比较 这个底下的这个division model 其实很 就是预测造成速度很快是吧 对 就可能他产生一个图变成只要0.3秒 好像他说到 ok 好吧他没有用很大的 对 那这往下看 然后这是他啊 复录中提到了一个啊division loss的北代码 比如说division loss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syncl mlp 然后来得到我们的造成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self.division 用来得到我们加造和去造的那个x 然后对于loss参数 首先我们有个输入token x 然后对于token x 先进行一个造成的采样 再进行一个时间 时间不长的采样 然后我们有了这两点 以及我们还有原始图x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self.division self.division得到了加造后的图像 加造后的图像得到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造成的预测 然后再算loss 下部分sample这部分就像是 在inference的时候用于得到我们的token 一开始它是造成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reverse diffusion process 就可以逐步的去造 去到去到得到了最终的exit 就是它这个 然后这是它的性能的分析 首先它非常的迅速 每张图片 生存时间少于0.3秒 并在imagenet上实现地址2.0以下的FID 这个图像质量很高 然后它是 这是它一些具体的implementation 它在具体实验的过程中 它使用了这个CFG 它将10%的sample 替换成一个downbeat class 就是一个虚拟的class 不是真实的class 然后这时候它的造成预测就变成 它那个模型在输入的时候 它是有输入两种class 一种是真实的class 一种是虚拟的class 然后同样输出也会有两种输出 一种是基于真实的class的输出 一种是基于虚拟class的输出 然后它用一个这个公式来得到 得到CFG以后的loss CFG以后的predicting noise 这样可以增强生存模型的性能和灵活性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它的training过程 mw现在400个周期 然后对这个对对对对 这个我一直想看一下上面这个 他说他说百分之是sample replace by dummy class 通过训练和推理阶段巧妙的利用虚拟和 实际类别的信息增强了条件生存的 模型的性能和灵活性 这个为什么可以生存 会会增强灵活性 他只是用了dummy class 为什么就能够 增强就可能他在一些没有class的情况下 他也能输出正确的信息 就就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 然后模型默认增加了 订阅400个周期 其中权重衰竟0.02 这反正就具体参数了 对参数了 ok 再往下看 训练的resources 16个server 每个有8个运营板 然后训练 训练2.6天 ok 我做图像的训练 训练啊 DIT啊 DITXL 还有LDM model for the same number of epochs on this cluster 4.6到9.8天 哦 他这样的方式就会快对吧 因为他这个是公式输出token的 是这意思吧 嗯 好 我再往下看 然后这是他后面实践中会涉及到 比如说他tokenizer 他为了呃有有两种tokenizer 一种是VQ16是生成离散的 一种是KL16那种连续的token 然后他使用的transformer是 三四个block 然后1024 宽度 然后他的baseline是cosal attention 使用了temperature sampling 然后还有这个AVcatch 然后这是他具体的实验过程 第一个实验是 比较交叉商跟那个 debution loss 呃 总体来说 debution loss表现都比交叉商好 特别是在MAR上我们可以发现 呃FID这样的特别多 这就是他刚才最早的时候说 因为你离散化之后 其实信息压缩是有损失的 对吧 对 你连续的话 他至至少这个不会像离散化 这样损失这么多 所以他自然就认为会好 对吧 有道理 嗯 下一个实验是证明他的灵活性 他可以应用于多种的tokenizer 嗯 首先呢 啊 他可以应用于VQ16 这个VQ16不是完整的VQ16 而是VQ16中间层的连续前来表示 就是他这时候还是连续的 不是最终的离散 然后他还可以用于一个KL8 这是代表不符不匹配的分子器 他采用方法是将2x2的token 组成一个新的token 这种方法降低了输入的分辨率 但是能在修改整体架构的情况下 适应整个模型的容量 然后还用了一个consistency的飞量化分子器 然后最后一行是跟跟这一行进行一个对比 这两个token那个是在不同的不同的数据上去训练 训练的 然后 就是他这一部分的工作 大部分是看他的 division model的那个small mlp 对他整个模型的影响 你看他的参数量是比较小的 然后他他他他相对 相对整个模型可能是多增加了15%的参数量 然后这部分的时间可能也只占10% 然后这部分是他看他的那个division里面的那个sampling 就是那个采样时间的那个补偿 他发现在你采样100次的时候就可能已经能缠着很好的质量了 然后这部分是他对temperature的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在呃反向反向反向那个 反向那个巨道的时候 我们有对对这一部分进行一个temperature的scaling 然后他发现 然后他对这个scaling的温度做那个实验 得到了 适宜的temperature 然后这部分是他的速度跟那个质量的一个实验 就是看他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速度 速度 速度 这边这边就是速度速度很大的时候 速度很大的时候质量就没有那么好 嗯 然后 然后跟其他一些模型进行一个比较 mar的速度就是取决于预测token的数量 也就是他autoregressive的部场 然后dit的 这是由division step决定 这个这个这个一次预测的token数量就是刚才说那个set 对吧 他有一次性比如说要预测8个还是 还是还可以128个这么多 这是他的steps 他没有说他的数量是什么 啊 对 这是就是 哦 这是两个东西 这是两个东西 对对 对 这两个 也就是说一次性预测token越多的话 他速度可能越快 对 然后dit的话 他是由division step决定的 也是用division 但包括了整个传送门 我们就使用 啊他只用了一个什么 mlp来取代 对 他目的只是要为了能够 就是连续的 做事情不需要去离散化 目的还是在这儿 你再往下翻 再往下就是他对 呃所有模型的一个比较 嗯 发现我们呢 可以产生 呃 呃 小于0.3秒 对吧 然后 strongsid 是小于2 这个有了 就没了 没了是吧 帮你 呃